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拉拉炒米粉 拉拉炒米粉要怎么样才好吃的 每一口都有拉拉肉就好吃了 那我们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有两粒米粉已经泡软了 然后150克的拉拉肉 然后这里有一点榨干葱 过后呢 这里就有葱 蒜米 姜跟红辣椒的 OK 那首先我们就切一些葱 葱 我们切成葱段 好 放一边 然后呢 姜呢 我们就要切成姜丝了 好 少少就够了 姜丝 然后蒜米 OK 然后辣椒呢 我们也是切成丝的 先把葱 把葱葱去掉 先把葱葱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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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就切成丝 然后呢 这里我们就切成丝 OK 好 现在我们可以调味了 OK 这个米粉这边呢 我们就加一点胡椒粉 然后呢 调味料方面我们需要 一汤匙的蚝油 三分之一的豆浆 半汤匙的酒 然后再来半茶匙的鸡精粉 半汤匙的酱油 好 首先我们就要烧热锅 然后放一勺油下去养一养锅 留下适量的底油 把这个辣椒姜跟蒜米爆香 好 开小火把它爆香 OK 爆香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调味料放下去 再爆香 开大火 爆到香香 然后我们就可以半勺的水 拉肉先浸干水 然后我们就把拉拉肉放下去 放下去过后呢 我们就要放米粉了 放了米粉下去呢 我们就要调味料色 然后给一点老抽 我觉得老抽是开了水的 不够我们再放 再来一点老抽啊 看到不够油呢 就要加点油 最后呢我们就加入葱段 好 一定要炒到有一点焦香焦香啦 因为这个没有放鸡蛋呢 它有少许的粘锅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OK 好 再撒上炸干葱 哦 完美 好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 拉拉炒米粉完成 OK 大家要注意的细节就是 如果我们的米粉拿来泡软了 再来炒啊 是很好炒的 如果你拿来沸水 然后拿来炒呢 它就会比较黏一点 没有这样好炒的 没有这样松的 OK 那第二个细节呢 就是一定要包香到码头 包香到这样啦 这样蘸足下去 才会有那个香味香气 炒出来的米粉才香 那最后啦 那个老抽我们就不要先凉 OK 一路炒 就一路放 放到它足够颜色 就OK的啦 还有啊 这些炒米粉很奇怪的哦 我们有碰到这个豆浆啊 然后我们放螃蟹 或者拉拉去炒啊 放鸡蛋炒 没有这样好吃咯 你们可以试一下 喜欢这一个拉拉炒米粉的 点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期待你们的功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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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